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現在想說一下之前有成為一個議題的器官捐贈的問題 器官捐贈我們一定要說這件事 其實我認為大家都應該做的 我去看過他們中央登記的名冊 原來香港只有三十多萬人登記 但我的理解是 有很多人可能是簽了器官捐贈卡 之前當然特首也出來說 要找警察查一下 究竟那些人是不是惡意去搞那個系統 我認為他是說那個系統 雖然他講得不清楚 我也要講 有些人說他講得很清楚 不是啊 政府發佈出來的消息 老實實都是不清不楚的 當然我又被人罵 我又說我講的東西不對 他們一定是玩東西的 我不排除有人玩東西 但是玩東西的人究竟是什麼人 我覺得一定要分清楚 為何人玩東西呢 譬如有些人 他是煽動一些人去取消登記的 如果真的有這些行為 老實說 如果真的有這些行為 那麼煽動人的人 就應該要處理 當然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就說 喂 現在他們搞軟對抗 這樣 這個呢 我就很老實地跟大家說 我又不認為是什麼軟對抗 就是有些事情 我覺得 大家可以 就是 看一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也聽一下 林定國在兩天前他怎麼說 這個月呢 退出 器官捐贈登記的市民大幅增加 那麼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就說 希望了解有關行為 是不是觸及法律問題 暫時沒有足夠的資料判斷 暫時沒有足夠的資料判斷 林定國就說得很溫和 當然特首就說要找警察查 你說這些算不算軟對抗 那我就很老實地說 如果這些都算軟對抗 那就差不多沒有東西不是軟對抗的了 其實我認為有些事情是一些謠言 在市民之間那裡傳播 那麼市民之間那裡傳播 那麼有些人覺得害怕 那麼他呢 就做了一些 我認為呢 可能 是破壞了 那個器官捐贈系統的 行動出來 那麼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召集人周家歡 之前說難以估計 近月大量取消 這個器官捐贈登記的原因 可能呢 部分登記人已經離開了香港 那麼或者呢 有部分人對香港和內地 是行償器官移植互助機制有疑慮 那麼 那麼 那 其實港大臨床醫學院的教授 以及肝臟移植科主管陳志仁 他說 內地和香港的器官輪候明察資料 是不會互通的 其實有些事情是有疑慮 就是我認為有些人 是利用了 香港人的疑慮 走去 當然騙Viu乃Like 其實兩天前做直播的時候 我也有說到的了 就是有些人當然要 撩下一些事出來 那麼 我們 有說到的了 就是希望 如果你簽了這個器官捐贈卡之後 不要取消 那 如果你簽了器官捐贈卡 你會不會在中央的登記上 那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你簽了這張卡 就不一定在登記上 所以有些事情一定要說清楚 就是 我也想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有些事情不是 是 什麼軟對抗 有些人當然會說 這是軟對抗 肯定是軟對抗 我就告訴你 如果軟對抗 你只有 5,785個 取消登記的申請 裡面還有些是重複取消的 那我就告訴你 這些 5,700多個的軟對抗 你可以不理 如果你說這些 5,785個人 是軟對抗的話 這種說法 這種說法 老實實 我覺得很不合理 我的看法就是 最好當然是不要取消登記 但是現在市面上有疑慮 其實政府是要做多些解說的工作 或者是醫生方面 應該做多些解說的工作 告訴大家 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 勞院長 不 對不起 是勞局長想搞的事情 會不會 對大家有真正的影響 是負面的 還要 有些事情是要 說清楚 還有 勞院長想搞的事情 對不起 勞局長所搞的事情 其實現在實話都沒有一撇 是實話都沒有一撇 好了 如果是 你看回現在 香港肝臟移植協會的會長 黃龍輝 他本身是活肝受贈者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香港目前是非常缺乏 器官捐贈 其實真的很缺乏 因為在中央登記明冊 只有三十多萬人 其實就 有些人會不會簽了 器官捐贈卡 又沒有登記 是有這些情況 我也要說 是有這個情況 好了 衛生署的資料顯示 上年只有二十多宗肝臟移植 十宗就是施肝移植 兩項數字 都是十年來最低 四到五月就是一宗移植都沒有 一具遺體的器官可以救助二十個人 是的 因為你眼角膜那些全部都可以救人 神啊 神都有兩副 就是有兩個神 你每個神都可以給不同的人 然後肝 還有時候可以給兩三個人 其實是 還有其他 可以 總之你 離開了這個世界 你根本 所有器官都是捐給別人 你的器官就可以繼續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連心臟都可以捐給別人 其實是 我跟這個 香港肝臟移植協會的會長王龍輝的看法都是一樣 我希望香港市民 簽了這個器官捐贈卡之後 不要取消 如果有疑慮 其實 我覺得政府應該集中去處理 大家的疑慮 現在有些人 他肯定是說 這個牽涉到國安問題 那 那 那 林定國他有說到 喂 你這件事是不是違法言之過早 你不要忘記了 這是林定國說的 其實林定國我認為他是稱職的 他就說 喂 不要忘記了 器官捐獻的初心 這是發揚 這個人類的大愛的精神 是不是 那麼 那 這件事情 老實說 我覺得 有些人取消 他們自己的決定 有部分人 有部分人 可能聽了一些謠言 他就說 如果你不去取消 你就自己登記 強迫 有些人是傳謠的 當然YouTube你也可以找到 他就說 如果你不去取消 他就自動登記 其實沒有這件事情 我一定要講清楚 你如果在中央 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網站 那裡登記 你是要自己去做的 那麼 為什麼會有些人可以自己取消登記 他沒有登記都可以取消登記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系統的問題 如果你都沒有登記過 你怎麼可以取消登記 你取消不了 其實理論上應該取消不了 然後為什麼 又會 就是要搞到一些人會人手去操作呢 那麼我當然 裡面當然有些事情 是那個系統 是有些問題的 就是我認為那個系統是有些問題的 那麼 就是現在香港的情況 會跟內地探討而已 其實是建立恆常的器官移植互助機制 就是 這個是探討而已 第一步 那麼 這個我認為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是政府和政府對口的機制 就是器官的來源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 外界 有些聯想 你說要外界不要有聯想 這個就是 黃龍輝說 這個香港肝臟移植協會會長 他就希望外界不要有什麼聯想 但是 這些聯想已經是有的 包括商台某些節目 其實他們已經 有說這些事情 你說商台的節目會不會誤導人 我不敢說他們會不會誤導人 但是我聽到 有些朋友在Facebook那裡 我看到Facebook那裡的朋友分享 就說 他是聽到 這個 就是商台某個節目 他就覺得他也是要取消 這樣 那麼 為什麼會聽了一個節目之後 會取消呢 我也不知道 具體情況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有人就是這樣說 我聽了商台的節目 一個討論 然後我就覺得 要取消我的 就是 這個 登記 有些人是這樣說 那麼 如果你跟內地 有互助機制 其實 說真的 香港是幫不了內地的 我也要說一個事實 你說互助機制 其實實際上 只有內地幫到香港而已 但是內地 你說能不能長期幫到香港 我也認為不會 為什麼呢 其實 很多地方都是 有一個實際的情況 根本 肯捐器官出來的人 是很少的 你說外國會不會多些 外國有些 有些情況是多些的 但是 捐器官 都是比較少的 事實上 我告訴大家 你可能覺得我亂說 那麼 在內地 為什麼遲些 都會 自己 都會用光 那些器官 差不多會 我告訴大家 現在在內地 有些人 沒有辦法換器官 是因為手術費太貴 到現在也是有這個情況 但是 我認為 國內 即是不斷發展的話 他們很可能 就可以 即是有更多的人 就可以負擔得到 那個手術費 因為那個手術費 是可以降低的 即是有醫保 各方面的事情 那麼如果 可以 做得多些手術 在內地 這些移植的手術 那麼 多了的器官 也會減少 即現在可能 在內地 有配對的問題 其實 其實我就要很坦白跟大家說 講就是配對的問題 實際上 內地有些人 到現在都是負擔不了 做移植手術的手術費 這是現實問題來的 所以有人肯捐一些器官出來 那麼 在內地還有一件事 就是 其實 大家 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 有些人是 有償捐獻的 嚴格來說 可以說是賣的 你說這些東西 是不是合法 我就告訴你 不是 這些東西不是合法 但是在內地就有這些東西 事實上是有 大家是有疑慮 這個 我也要說 大家有疑慮是很正常的 我不是說 就是 一定要對內地沒有疑慮 就是 我也理解 為什麼 有些人對內地是有疑慮 如果你說 就是 有些人搞軟對抗 我一定要說清楚是什麼人搞軟對抗 就是 如果你到最後 去取消登記的人 或者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登記 你說 他沒有的 他沒有登記 為什麼要取消 因為有些人簽器官捐贈卡 那他簽器官捐贈卡 可能 都不知道 那個 就是 中央登記明冊 和那個捐贈卡 也是兩樣東西 有些人是 就是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 現在會 搞到有些複雜呢 就是 我也跟大家說 就是 現實就是 就是 香港人 對這件事情 本身也不是很熱衷的 如果你看到 他那個中央器官登記 名冊裡面 登記人數只有 357668人 登記了 其實就是 但是 你說 有沒有多些人 簽了器官捐贈卡 我認為是有的 所以呢 有些人 可能 我覺得是可能 我不是說 一定是這樣 有可能 有些人 他根本 就是 簽了卡 就是 我們有些網友都是這樣說 可能他簽了卡 他覺得登記了 其實實際上沒有登記 那麼 他去取消 那 就是 你說 捐器官那樣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要推廣的 有些 謬誤 就是說 就是說 為了你的器官不夠你 那些 其實 那些是多餘的 其實那些疑慮 我覺得是要解釋 給大家聽 就是說 很多人 就覺得 一有意外 醫護人員就會放棄搶救他 有些人會這樣想 但是 這個我真的要說 就是 你 登記了做 器官捐贈者 是不會 說 被醫護人員放棄搶救的 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就是 拯救病人生命 是每一個 醫護人員的首要責任來的 醫護團隊 只會在病人證實死亡之後 才考慮他的器官 適不適合捐贈 那 那 還有 還有 就是有些人擔心 一件事 就是醫護人員 可能不管他的指示 就是摘了所有器官 那樣 願意 在去世之後捐贈器官的人 可以在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明冊 或者 器官捐贈證 上面 這是兩個機制 一定要理解 其實我覺得有些人是誤會了 我覺得有些人是誤會了 就是你簽了器官捐贈卡 就不代表你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明冊裡面 所以我就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很久之前簽了器官捐贈卡 那現在你的意願沒有變 你又在香港居住 你就可以去回 那個中央器官捐贈登記明冊那裡 就填回 那個資訊 因為其實我是不想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議題呢 就變成又是一個國安議題 就是這個又變成一個國安議題 其實 結果就是又會令到 這個器官捐贈的人 又會有疑慮又會減少的 那怎樣登記 如果我告訴大家 就是 那個網址就是 Organ Donation Organ Donation Organ Donation.gov.hk 這個就是香港器官捐贈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明冊的網站 你可以進去 那麼 它呢 就可以有 有個專題網頁的 這個是Organ Donation 這個器官捐贈 它裡面有很多資訊 那麼 你那裡按個按鈕 就可以登記 其實 它就 就是 它裡面 這個是專題網站 它裡面有了要的資訊 你按個按鈕 就可以登記 它有一個sign up的下面 那麼 登記的那個網站 這個是另外一個網站 不過它有一條鏈結的 就是 codr.gov.hk 這個就是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明冊 它有一個按鈕 就是按 立即登記 有幾項簡單的登記程序 你登記了 不過你一定要告訴家人 你有這樣的意願 如果不是 又會有麻煩的 就是 法律就是這樣 如果家人 只是親屬反對 結果是不會捐贈的 就算你有意願 你的家人如果不知道 他反對 或者 他沒有被你說服到 其實你這個人已經離開了 接著被 醫護人員 摘除器官的時候 有家屬的反對 他們也不會摘除 其實就是 已經離開了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喏 這個議題其實 我不想講很多 但是 有些人已經 將這件事情 歸納到遠對抗 那裡 那裡 我就覺得 如果是這樣 用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 就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喏 喏 就是 死者家屬 在捐贈手術進行之前 會簽一份同意書 所以 你一定要 有這個心的人 一定要告訴你的直系家屬 你是一定要捐贈的 一定叫他們一定要簽同意書 然後 在這個遺囑那裡 就要寫下 我要捐出去 那你們一定要簽同意書 也要確認 這個 捐贈哪些器官和組織 拿去做移職的 就是捐贈手術進行之前 家人 死者家屬一定要簽份同意書 我亦鼓勵死者家屬 是 幫忙 既然 死者是有這個意願 你就當然依照死者的意願去執行 他的指示 對不對 人死為大 現在 事情 扯到過去國家安全那裡 真是很不理想 我也要再說一次 其實本來是不應該這樣的 但是在香港現在 就 一向都是 其實有很多事情 就馬上扯到國家安全那裡 其實是很小事 根本跟國家安全沒有關係 接著就扯到國家安全 又說 這個威脅國家安全 那個威脅國家安全 我經常都說 有沒有那麼多事情 可以威脅國家安全 我就說沒有 事實上是 其實 如果你 要捐贈 這個器官 之後 有費用的 全部 你的家屬都不用負責 這個疑慮 大家都不需要 真的擔心 你捐了就捐了 你的家屬是不用有任何首尾的 還有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要改變你的意願 譬如舉個例子 你在中央器官捐贈 登記名責登記之後 你不可以更改或者取消登記 現在證實了是可以取消登記的 但是 會不會說取消登記 就是要查你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 現在 當然特首他所說的 我覺得 都不是很準確 用字各方面不是很準確 但是我認為他的意思 就不是說 那些取消登記的人 每個人都有問題 如果你的意願有改變 我覺得你取消登記 或者改你的登記 都是有自由的 其實 程序就是這樣 你去中央器官捐贈登記 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 如果是他的名冊網站 填妥 遞交表格 核實之後 就可以更改或者取消 器官捐贈登記 現在沒有強迫別人捐贈 現在有些人就在那裏 傳一些謠言 說強迫你捐贈 沒有啊 現在真的是沒有強迫的 就算 一定要說回 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責 登記過之後 你也是可以取消的 這個算不算遠對抗 如果你有合理的理由 我當然覺得不是遠對抗 現在有些人說是軟對抗 我覺得這些說法太誇張了 這些人的說法都不是上香港好的 好了 如果你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登記了之後 你要不要隨身帶器官捐贈卡 你就不用的 最重要是告訴你家人 你捐贈器官的意願 就是器官捐贈卡 有很多人就這樣填了沒有中央登記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看中央登記的數字只有三十多萬 有人是有張卡帶在銀包的 我知道 我小時候也有帶過 說真的 我很簡單 我個人是想社會好 現在有些人說得很極端 你說得很極端 你說得很極端 對社會是沒有意思的 根本是破壞社會 說得很極端 就是 喏 還有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否 在中央器官登記名冊登記 最好做的事情 就是在網上提交一張申請表 就是 因為你在中央器官登記名冊裡面 你登記了的人 是有權查閱和修正你的個人資料 這是根據個人資料 是有權查閱和施隱條例 第十八條和第二十二條和附表 一 第六原則 所說的事情 你如果要提出 看看自己有沒有登記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登記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步驟就是這樣的 這個我也要講清楚 這個步驟 有些人是 是經醫生登記的 醫生登記 醫生幫你去搞 究竟有沒有去到中央器官 捐贈登記名冊那裡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說 有可能 是不知道 我為什麼認為有些人取消 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登記 就是可能他搞的時候 已經是經醫生搞 你明白嗎 還有 人是會變的 我也要講清楚 很多人是會變的 你今天和明天想的事情 都可能不同 那麼 如果你說 人家取消登記就是惡意的 去登記就是善意的 那麼 這個說法也說不通 老實說 有些事情 就是你要制度 為什麼要有一個制度 就是要 令到大家去跟隨那個制度 那 如果你說 一定要 不准人家取消 那 你就改一個制度 但是我覺得 事實就是 其實現在 可以取消的人都有疑慮 那 你應該花點時間去解釋 給別人聽 這些疑慮是多餘的 其實就是 你捐給什麼人 你是沒有權 選擇受贈者 這個一定要先說 那 現在當然有些人 覺得他的器官 會活摘到大陸 那 這個就要多謝法論工 經常宣傳內地活摘器官 這些是謠言來的 還有 國內的情況 我也要說 會不會說 在香港要密室一大群人 然後將一些器官 現在有些人是這樣傳的 就是找一些器官 給一些領導人用 就是 這些事情 說出來 我也覺得很荒謬 但是真的有人這樣傳 也有人在信 那 我就覺得 大家不要這麼沒有常識 可以嗎? 就是 不要這麼沒有常識 可以嗎? 就是 會不會說 一個活人 他可以知道你 登記了 在中央器官登記名冊 登記了 他已經殺了你 然後把器官都抽到大陸 不要相信這些事情 其實在19年的時候 這個逃犯修訂條例的時候 已經有人傳類似的謠言 當然他們傳這些謠言 當然是深入民心 那這些謠言深入民心 有沒有辦法 闢謠 老實說 有些人為什麼會相信這些謠言呢? 就是他們心裡有其他疑慮 說真的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判斷 什麼訊息是真 什麼訊息是假的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Galville 說 就算簽了同意書 不去做檢驗 中央登記處 怎會有你的DNA 都可以做配對 沒錯 所以有些事情 我也要說 他也是 很老實說 他是要 你 真的有事的時候 他才會再去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 脂肪變 這個有沒有關係? 其實我也要說 脂肪變 其實 可以手動方式 就算你不是脂肪變用戶 你也可以用手動方式去填申請表格 其實就是 所以你不是脂肪變也沒有關係 就是 你用脂肪變 你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取消 就算登記了也 就是 我也要說多一件事給大家聽 有些人的疑慮就是 我捐氣官 那麼遺體就不能馬上處理 這樣 但是這個不是 這個是一樣的 就是 你 捐不捐氣官 其實 領取遺體手續 選擇的遺體骨灰處理方法 喪禮的方法 都是跟平常是一樣的 喇 就是 有些事情 我也要告訴大家 就是 如果你 就是有月肝大菌 現在有些人說 月肝大菌不可以捐氣官 其實他們是有風險評估的 其實就是 一個情況是這樣 如果你是有月肝 因為香港人都是月肝 很多是月肝大菌者 那你月肝的人的氣官 就可以捐回給有月肝大菌的人 那是沒有事的 那麼 他們移植的團隊 就是會評估風險的 就是有些事情 根本就不需要移類的 還有 剛才有人說 最好捐回整個遺體 是 捐遺體和捐氣官 是沒有關係的 我就告訴大家 是 兩個計劃 都是你可以同時登記 就是 無言老司的遺體捐贈計劃 或者大體老師 這個就是港大的 無言老司 就是中大的醫學院 如果 你是捐了氣官 他們也是會照樣收你的遺體的 去幫助教學用途的 所以 就是 你捐氣官的人 是可以同時捐了遺體的 港大就叫做大體老師 中大就叫做無言老司 喏 就是 我們 講這些話 一定是被人罵的 就說他一定是軟對抗 這樣 我就告訴你 這個世界 沒有什麼軟對抗 就是說 你說有沒有人軟對抗 軟對抗 如果只有幾千人的話 其實 你不斷強調他有軟對抗 來做什麼 香港 700多萬人 是不是 現在登記 器官捐贈的 30多萬人 焦點 應該就是放在 提升 器官捐贈 中央登記的數字 你只有30多萬人 那些器官當然長期不夠用 357668人 香港700萬人 好了 接著有五千多人取消 然後 將他定性為軟對抗 有些人 這個當然是神經病 老實說 我一定要說 你說 有沒有人玩東西 可能是有人玩東西 真的有人玩東西 但是 玩東西的人 他們是怎麼做的 他們當然是傳播一些 假訊息 或者是半真半假 或者是九假一真的訊息 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 你如果 現在去取消 當然不理想 我也要說 如果你說擔心的器官 會轉到內地 這個擔心是多餘的 因為香港的器官根本 都不夠用 每天有二千多人在排隊 現在是二千多人在排隊 現在是輪器官的 現在是 根本 有器官上到大陸的可能性 差不多是等於零的 本身這一點是 那 那 那 就是 有些人 未登記 想 退出明冊 其實 我也要說 他簽 器官捐贈卡 或者是登記明冊的資料不齊 都是有可能有問題 所以 一開始就說 那些人是搞軟對抗 我對不起 我真的沒有辦法同意 這一點 還有 有合適的器官捐贈 可以令到有病的人 有重生的機會 這個是 你自己 說真的 離開了這個世界 你不如 還對這個世界有用的東西 就留給這個世界用 就沒有必要自己帶走他 那 那 如果 你說 這些一定是搞軟對抗的 那我就 很老實說 你要針對那些 全假訊息出來的人 你就不是 去針對取消的人 你針對取消的人 很老實說 他們 可能都是善良的人 來的 他們被人誤導了 這一點 當然我講 這些話題 當然沒什麼人聽 但是 希望大家 都是 幫幫忙 如果 能夠做得到 那就去簽 Vita UMM 就說 20多歲已經簽了器官捐 有一張卡 沒有去 中央登記核實 那我就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卡 沒有去 中央登記 那裡 登記 你最好登記 現在 他們很擔心 一件事 我覺得 就是 擔心這個系統會 崩潰 我就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上香港就好 我不是叫人一定要捐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 簽了器官捐贈卡 你就去登記 因為其實登記很簡單 他只需要個人資料 身份證 很簡單的 做法是很簡單的 你再把你的意願 告訴你自己的家人 這件事就完結了 還有 今次 我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說 搞軟對抗 有人搞什麼 我就覺得 不用軟對抗 現在大家去支持這件事就好了 大家去支持這件事 就是登記 那個器官捐贈 是不是 那 你登記其實是很簡單的 這個 中央器官登記的名冊 中英文聲明 香港身份證號碼 電郵地址 香港通訊地址 本地電話聯絡號碼 接著 說自己 願意捐哪些器官 確認就可以了 其實就 如果你簽了器官捐贈卡 你去做這個登記 我覺得 起碼 給予一些信心 政府 做這些事情的人 現在不是有人願對抗 現在是有些 假消息 在市面 或者謠言在市面那裡流傳 我建議是這樣 假消息當然是有人相信 但是 現在也不是說真的有很多人相信 有幾千個取消登記 那 那幾千個人 是不是 那有些事情就算了 我覺得 有些事情 老實講 很簡單 第一件事 要大家做的 我覺得 要做的事情 扭轉 那些人 就是 取消登記的局面 就叫一些簽了卡 簽了器官捐贈卡 又沒有登記的人 去登記 這是很簡單的 是不是 就是 家人知道你意願 接著你登記 那 你中央登記了 那 你好我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其實你說會不會捐給國內 其實 這些疑慮是多餘的 我認為是多餘的 不過 有人有這些疑慮都是正常的 我覺得 就不需要說那些人在搞對抗 有人有疑慮都是正常到不得了 好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其他話題 好 啊 by bwd6 by bwd6 by bwd6